面对今年AMD强势崛起的锐龙五星系列CPU 英特尔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自乱了阵脚 除了移动端以外 桌面端的10代酷睿将成为史上最短命的CPU 而一直以来的游戏性能强项也被AMD强了过去 要想挽回目前的局面 英特尔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赶紧推出11代酷睿和Z590主板 也就在最近这两款产品都有了最新的消息 那赶紧来跟着超级客看看吧 对于英特尔来说 桌面端的10代酷睿处理器和400系列芯片组 虽然是今天上面年才刚刚推出 而它们的实际表现的确是不尽如人意 Z490主板还打着全新一代旗舰平台的称号 换了LGA1200插槽 可由于10代酷睿依旧不支持PCIe 4.0技术 导致其处境非常尴尬 所以赶紧推出新架构的CPU和新平台 对于英特尔来说非常有必要 否则2021年的英特尔还将损失更大的市场份额 就目前来看 英特尔也表示 最快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正式发布11代酷睿 据悉11代酷睿处理器的代号为Rocket Lake 将会采用全新的Cyper's Curve内核架构 提供高达两位数的百分比同频IPC性能提升 最高拥有8核心16线程设计 默认频率有望突破5GHz 而被大家广受期待的PCIe 4.0技术 也将原生支持 甚至还有可能扩产至20条PCIe 4.0通道 至少USB4新的500系列主板同样也会支持 当然除了CPU本身架构的变化外 11代酷睿的核显也会有巨大的变化 据英特尔确认 它将采用与目前移动端11代酷睿一样的 由10nm工艺打造的XE架构构构成 代号为Gen12 预计会有32个EU单元 相较于善待产品 其整体性能将会有50%级以上的提升 可能会与老黄的GTX1050Ti显卡相当 但需要注意的是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本次的歼12核显并不是真正的核显 因为它并没有集成于CPU中 而是相对独立的存在 只是与CPU封装在了一起 这就有点像当年的ClarkFu的处理器一样 CPU和GPU都是独立的核心 除此之外 11代酷睿来得虽早 但仍然会采用老旧的14nm工艺 也正是因为受此拖累 11代酷睿最高只有8核心的规格 这比10代酷睿i7 10900K的10核心都要低 所以只能希望新架构的效率 能够弥补核心数量的损失 另外根据推特网友的消息显示 一款8核的英特尔11代酷睿处理器 已经出现在的User Benji Mark数据库中 并且还配备了暂未公布的微星Z590主板 如果数据真实的话 看来英特尔这边 确实又要推出新的芯片组了 但因为暂时不群组Z590主板 是否会换到LGA17插槽 进而成为11代CPU的专属型号 还是继续LGA12插槽 取代现在的Z490芯片组的地位 成为继任者 这就要等英特尔自己公布了 最后从供应链的消息来看 首发的11代酷睿将包含四款 分别是i9 11900K i7 11700K i5 11600K i5 11400 其中11900K为8核16显正设计 单核频率5.3GHz i7 117700K 同样是8核心16显正设计 单核心频率为5.0GHz i5 11600K为6核12显正设计 单核频率为4.9GHz i5 11400为6核12显正设计 单核频率为4.4GHz 具体发布时间会在2021年2月或者13月 Z590主板也会将同步发售 随后在4月份将会发布B560系列主板 至于价格方面嘛 还没有太过具体的消息 不过超级客也会在之后进行报道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好奇课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